用好了午餐以後 我們要去這個叫做 聽得到嗎 聽得到齁 我們要去那個叫做獅子紀念碑 它是一個雕刻在石壁上面的一頭獅子 是一個立體的雕刻 非常非常的生動 那個獅子雕得喔 栩栩如生耶 當時呢 請的是如生這裡的雕刻大師 來雕的這個獅子 全世界呢 也就只有這麼一頭 只有這麼一隻獅子 那 我們早上講過齁 美國的有名的作家馬克圖恩 他曾經呢 來到瑞士這裡呢 旅遊 然後來到如生 他看到這個獅子 他說喔 這個獅子齁 全世界最感人的獅子 很可憐的一頭獅子 因為呢 這一隻獅子呢 是垂死的獅子 一定會細養 喔 很可憐喔 非常非常的可憐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會到那邊 這其實也不是很遠啦 走路也是可以到 但是我不想走路了 喔 那就叫了獅子紀念來接一下 喔 這個地方呢 是屬於呢 盧森的市中心 喔 這邊的房子呢 稍微呢 就是比較新一點 大概差不多兩百多年 喔 這樣啊 然後呢 我們等一下呢 從這邊過去 喔 從這裡過去 喔 前面有火車站有看到嗎 喔 我們剛才下火車的地方 頭前的火 然後呢 喔 過了那個火車站啊 喔 過了那條河的對面那一邊呢 就是盧森的舊市區 那舊市區的房子呢 就比較舊了喔 可能都是三四百年 四五百年的房子 喔 就是他就以這個河呢 作為區隔 喔 作為區隔 這個就是火車站 喔 這個火車站啊 也是新的 喔 也是新的 喔 大概差不多是二十幾年前喔 蓋的 喔 等一下呢 我們往前走 要右轉喔 右轉了以後呢 你看我們的右手邊 它有一個拱門 喔 有一個拱門 還留下來的 那一個拱門呢 就是以前 舊火車站的大門 喔 就是舊火車站的大門 那這個火車站呢 它的地底下呢 地下室呢 有那個超市 喔 有超市 各位呢 如果想去超市 買什麼東西 喔 你晚上呢 我們回到飯店 你還可以走過來 從哪裡走過來呢 有沒有記得 我們剛剛是從這邊走過去的 有的 會記得嗎 從這邊這一條路 一直走下去 飯店在我們的左手邊 過兩個block 過兩條街啦 橫的街喔 過兩條街 第三條街就是我們的飯店啦 那你就從飯店出來 然後沿著這條路一直走 你就走到火車站啦 下樓梯喔 在地下室有兩家 還蠻大的超市 喔 這超市呢 它不限於禮拜天 所以它禮拜天還是有開 還是有開 所以各位要想要去逛一下這個超市的喔 這個晚上喔 或者是下午的時候 我們自由活動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逛 我等一下呢 我們回到飯店 我會帶各位從飯店走路過來啦 來這邊就是火車站 有沒有看到右手邊那邊有一個牌坊 有一個那個拱門 有沒有看到 有喔 那個就是救火車站的大門 喔 那個就是救火車站 所以救火車站本來是在這裡的 後來它新蓋了以後呢 它就往後退了一點 這個是新的 來再看一下我們左手邊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中古世紀橋喔 這個橋現在看起來很舊很舊對不對 錯 它只有二十歲 以前的那一座沒有燒掉的那一座 是有五六百年的歷史 是五六百歲喔 後來在二十年前被燒掉以後呢 它就重新再蓋 可是呢 弄的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形式啊什麼的 都通通都用一模一樣的 所以看起來好像感覺沒什麼差別 那在最後那一段有沒有 那邊不是有一個那個石頭的那個有沒有 那個是一間水牢 水牢 煎牢啦 煎牢 這邊就是救市區的市中心 那個不合了有沒有看到 那個就是他們的總店 這一家呢叫做Puberlin 兩家喔 就是全瑞士最大的錶商 第一大第二大這樣 你看全部啊 通通都是賣那個手錶的 喔 那個那個橋有沒有 只有在最後面那一小節 是舊的 其他的往這邊來的這邊 全部都是新蓋的 就是只有二十幾歲而已喔 這樣 那我們現在呢再往前喔 你可以看到前面有一座教堂 路底有一座教堂 等一下我們在這邊要左轉 你就看右邊 那個就是叫做聖三一教堂 聖三一教堂 這是一個天主教的教堂 從樓梯這邊走上去 樓梯這邊走上去 你就看到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轉過來以後呢 再往前就要下車了 等一下呢他的停車場在我們的左手邊 好我們等一下下車以後 請各位呢把你的耳機打開 我們要開始跟各位講啦 好稍等喔 這一家齁 是在賣那個巧克力的 他們家的巧克力還蠻有名的喔 便宜 等一下就去那邊有一家 他們家呢 在下午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下午餐 一塊蛋糕 一杯咖啡 十幾塊錢 就是很多人去吃 聽說是蠻有名的 所以你就看到 哇 高棚滿座這樣 天天高棚滿座 位子都沒空 都沒有空位這樣 還蠻有名的 你看這裏桌子 中間很聯繫 這個在過熱 有個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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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很愛 然後在那裏 很紅色 他們就覺得 哇 好酷 很美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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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那邊吃飯的 有沒有 這要是叫我們在那邊吃飯 那還可以 哈哈 團員可能叫冰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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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廚師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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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今天 來到胡外還有一碗 我們還是要稍晚 要稍晚 用這個 吃飯 都是賣熟 好 馬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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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些品牌全部呢都是瑞士的手錶 但是呢這一些品牌基本上來講呢 都不是那種很高價位的 不是我們所謂的什麼名牌的手錶 都是屬於中低價位的 你看像那個什麼天梭有沒有 低手啊或者是MIDO啊 ORIS啊 ORIS還算稍微貴一點點喔 那邊呢就有一些 這些品牌全部都是瑞士的手錶 太多了 這可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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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家店哪一家 哪一家 你說這個賣表的 哪有 整個機上都是 等一下我們到修飾區的時候 你們看那個整排的都是 他們就要幫你手錶賣就可怕了 來 各位嘛 我們就各位介紹一下齁 這個呢就是我們講的呢 瑞士的 瑞士高 瑞士高 要認明 認明 只有這個品牌 OK 看一下齁 只有這個品牌呢 才是真正的瑞士高 他的品牌的名字叫做 Victor Inox Victor Inox Victor Inox 這個是分成兩個字齁 Victor是一個字 Victor是什麼呢 就是創辦人的老闆娘的名字 他 他們阿嬤的名字啦 然後呢 這個Inox是什麼呢 它是一種鋼的鋼材 所以呢 這個品牌呢 這個瑞士刀的品牌 它就叫做Victor Inox 那它的 它的mark是什麼呢 它的mark就是 有沒有看到那個上面 它是一個盾牌喔 因為呢 在瑞士呢 它還有很多種品牌的瑞士刀 那另外也有一個品牌呢 它也是紅以白十字 可是它的盾牌長的不是那個樣子 它的盾牌長的不是那個樣子 所以 我們進去買刀可以嗎 不可以 下午再說好不好 我們很多時間 那所以呢 各位呢 你要認清楚就是說 你如果要買真正的瑞士刀 你就要買這個牌子 就要買這個牌子 那它的牌子呢 有一個特色 因為呢 不管你是什麼 五個工人 十個工人 三十個工人 不管是任何的一款刀 它的那一個主刀 有沒有 什麼叫主刀 來 它可以開關器 不是 主刀就是 有沒有看到這個 右邊的這個 這個斜斜的那一把刀 那一把就是它的主刀 那主刀的那個刀柄底下有沒有 它就會有三行字 就是寫的就是呢 Richter Einels 然後呢 Swissland OK 就是有刻了三牌小字 只有這個才是真的 如果沒有的話 那都是仿的 甚至是別種品牌的這樣 所以如果你要買瑞士刀 其實它的瑞士刀不貴啦 像我買的那個 大概有差不多八、九種工人的 那一把也不過才二十幾 瑞士法拉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賬價 因為我那個買很久了 那它真的很好用 它有什麼開瓶器啦 有刀子啊 有螺絲啊 有什麼的 亂七八糟 大概是 我買的應該是這一隻啦 這一隻 它多少隻 35 現在賬價了 它就有那些功能有沒有 現在是賬價35 我那時候買二十幾港 有的店呢 你買的它可以用柯名字 免費柯名字 免費柯名字 對 所以呢 你如果要柯字的話 你問他 你要買之前要先問他說 你可不可以柯字 你不要買了以後 他跟你講說 我們沒有柯字的服務 這什麼 要看它夠加錢 要看它夠加錢 可不可以用加錢 那行 那個是免費 清楚嗎 清楚 好來 跟著我來 這不懂 姚律師 這就是不可樂 算要記下去嗎 等一下下去 等一下 像呢 這一個 這一個手錶的品牌有沒有 Bell & Ross 這個也是一個很有名的品牌 台灣好像也有很多人喜歡 那它的錶呢 全部都是方形的 正方形的 有沒有看到 而且它的錶呢 就跟那個 那個義大利那個品牌叫什麼 意大利那個品牌也很有名啊 Belly 不是Belly Belly是瑞士的品牌喔 嗯 我再想一下 想到再跟你講 他們那個也是 那個手錶都很大顆啊 像我這種小的 手那麼小的 戴不下去 戴起來很難看 你體型不夠快啊 對 齁 這個呢 就是我們講 這個